大家好,我是彭飞 中国人在非洲属于高收入群体 随便打个工也能挣十好几万 消费能力非常强 是商家重点争夺的优质客户 中国人最爱古道吃 抓住中国老板的胃 基本就掌握了财富的钥匙 你看这个非洲兄弟 做的一手好豆腐 动作行云流水 清洗大豆 筛净进行浸泡 磨浆 过滤豆渣 然后煮浆 点卤凝固 做豆腐既是技术活 又是体力活 在最后破脑阶段 要加两个20公斤杠铃 还要反复的按压 使出了浑身解数 才把多的水控出 等成品出来时 早已满头大汗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一锅可以出差不多15块豆腐 而一块豆腐 就可以卖到15元 接近当地人一天的工资了 妥妥的高档食材 还可以做成豆浆 豆皮 豆干 豆芽等 不仅仅是中国人 就连当地的上流人群 也异常喜爱 把豆腐亲切的叫做是东方奶酪 学做中国豆腐 正当百万富翁 中国豆腐文化 在非洲开枝散叶了